在車廠實習過程中,受傷的人不在少數 但明明都有佩戴安全眼睛,為何還會導致噴傷受傷 所以勞動部治安署提設計了一款TSH標章 然而製造廠商只想得到安全 沒定位考慮到操作者使用這樣的習慣 所以我們去檢視了TS標章的車廠 發現有三大決定 首先的固定式擋板是為了防止板手卡在上面沒有關閉 而操作導致受傷 然而這對於身高還小的人非常困擾 因為每次打開時會因身高受限制導致固定式擋板無法達到情放 長期下來會導致固定式擋板受損 第二,導致護照 阿瑞巴從上方保護好幾乎 導致推出的體驗 在作動時,有可能會操作導致受傷 往後延伸會干涉手機 當今天身高過高的 那沒辦法,上方有導致措施 身高過低會干涉時間 在有些使用者習慣會下意識的導致護照 最後就是兩側方面 兩側方面 因為胸前有一塊護照桿 會導致姿勢不振 第三,螺桿保護機 每次的TS的防禦選擇 會在200萬元的防禦中 這個通知的固定座 會導致抽損網精神的減少 也會參加到小組 除了這個之外 附近幾座為了配損 可以導致抽損加快 所以會讓整個抽損網精神的減少 我們是採用液體成型的滑軌護照 我們今天儀式定位的時候 我們這邊採用的是極限開關 它到定位的時候它會通電 然後移開的時候它會斷電 那這樣有個優點就是 可以節省兩個擋板的時間 然後今天在操作的時候 只需將擋板移至最底端 然後利用夾桃夾持空間 可以看到沒有用的反射非常輕鬆 然後刀具的入熱 因為胸前這塊擋板的消失 所以你在做夾持的時候 也會非常輕鬆 那麼兩側方面的話 因為胸前這塊擋板消失 所以你的姿勢可以得到正確 所以你的姿勢可以得到正確 保證你的尺寸是足的 那麼在操作的時候 只需將擋板塊以至定位即可 我們這邊是採用一個管子護照 那它鐵屑噴下來的時候 它可以有效擋鐵屑 也可以確保鐵屑進去車窗裡面 那麼在刀具的部分 因為原先的塑造 它在作動的時候 可能會導致刀具損 所以我們這邊採用 就是一個軟質護墊的護照概念 保護膠質 我們是採用軟質去設計 它也可以達到衣服 或者是頭髮防捲入的效果 可以看到這邊它形成縮短 也就是說不用將夾頭往外延伸 降低車床強度 安裝方面我們是採用強力磁鐵 去做一個吸附的動作 當要拆架的時候 只需這樣拉開 就可以做一個拆卸的動作 那在安裝或維修方面 只需一吸一量就可以了 以下為大家示範新興DS車床動作 裝好弓箭及刀具的時候 必須要讓它一致進去 對一致進去做動作 對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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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滾尺寸 涼完之後進行五尺寸的動作 接著開始 才进的新型TS车厂